碧云童子还是死了 李靖带着哪吒去城楼上时 李长寿就有一种 较为强烈的预感 等李靖发现乾坤宫完好无损 哪吒目中郁郁郁市 只能说 值得庆幸的是 最后拉开乾坤宫的不是李靖 不然今天这事 他人叫也是要过不去了 爹 我能试试拉一下这乾坤宫吗 之前我都拉开了的 小哪吒兴冲冲地喊着 李靖目中带着几分慈祥 抬手拍了哪吒一巴掌 低声道 莫要调皮 此宫乃是天外之宝 镇压邪碎所用 并非是你玩乐之物 哪吒眼珠一转 刚要说话 李靖已是将包裹着 道道鲜光的乾坤宫 放到了他面前 不要碰那些常见 也莫要因此洋洋自得 谢谢爹 哪吒洗得差点蹦起来 抱着乾坤宫 冲到城墙边 翻身跳到女墙之上 颇为神气地仰头挺胸 吸引了下方不少军民的注意 嗯哼 小哪吒轻轻嗓子 反手握住乾坤宫 吸气 距离 摆了个标准的拉弓射 大雕的姿势 将长弓拉到了 他能达到的极限 正此时 一根震天剑消失不见 随之出现在了小哪吒手中 李靖眉头紧皱 立刻就要出声阻止 总觉得今日之事 莫名有些蹊跷 但小哪吒手指已是松开 弓弦阵阵 震天剑破空而去 在碧蓝色的苍穹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伪迹 瞬间消失不见 哦 下方中假事 中百姓 哦 靖阶赞叹不已 哪吒抬手张望 随之就有些心虚的扭头 说了句 能射这么远啊 李靖 爹你别生气 孩儿这就去把剑追回来 哪吒小声嘀咕着 在腰间的荷包中 拽出两只小轮子扔到面前 那轮子呼呼转了起来 被火光团团包裹 哪吒踢飞鞋子 光着脚丫踩了上去 在此地名中那见怪不怪 满是慈爱的目光中 朝西北方向急迟而去 寻找着震天剑的踪迹 且说那骷髅山 时机洞府中 这就是你昨日踩的花 怎的做事 如此漫不经心 再去重新踩回来 不然稍后罚你闭关百年 洞府主人的斥责声中 那小小的童子垂头丧气 踢着花篮漫步走了出来 当童子的能说什么呢 这就是生活吧 生活 吼 又听到了后山那震耳的售吼声 碧云童子哆嗦几下 心底嘀咕几句马原师伯 真的是太吓人了的话语 沿着熟悉的山路 走向了下方的山谷 看一看天边的云 蹚过清凉的溪水 哼着上次跟师父 去金牢岛听过的仙乐 童子其实也自在 无忧无虑没外债 万事都有师父党 就怕突然遭意外 哎 天上怎么有星星在闪 这不是白天吗 启明星都是在东边 扑的一声轻响 碧云童子愣愣地低头 看着自己胸前的大洞 听着此时才传来的刺耳的急笑声 猿神瞬间破碎 眼前发黑缓缓躺倒 迅速显露出玉石本体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师父 啊 我死了 大 碧云躺倒在了血泊中 身下压着那只深邃且细小的破洞 其身静意识无法判断 大地突然震战了一下 惊动了方圆数千里的炼骑士 不少原本就被那破空之剑吸引了注意的高手 此刻的也刚好将仙石落来 山腰洞斧中 一袭黑沙长裙的时机急忙冲了出来 看到碧云的尸身秀眉紧皱 他面色当即变得无比冰冷 身形化作流光积极冲来 低头看着碧云童子的伤势 竟是魂飞魄散 谁 好歹独的一见 哪位道友若是对时机不满 还请直接来寻 你我斗法一二也算章程 暗算时机府内 童子算什么本事 何人算计我童子 骷髅山上飞出石树道身影 大多都身居业障 远远注视着这一幕 其中有一人 面色凶恶 背后生着第三只手 皱眉看着时机娘娘的身形 眼底划过几分犹豫 时机娘娘此时已发现了 震天剑的所在 束手一招 将震天剑自大地 身处射来 用先例包裹 她仔细盯着震天剑 看了几眼 却是认不出她跟脚 又掐指推算 才想起 天机被大劫屏蔽 通过执鸟 铜镜系统捕捉到 这一幕的李长寿 也是略微点头 还好 天道这次挺注重细节 道祖也收起了那份傲慢 并没有在震天剑上 刻下什么 陈塘官的字眼 这起码 让她这个天道 拆台小对手 感觉自己受到了 一点尊重 感觉 自己现如今成了 天道的监工一般 说实话 震天剑乃是 上古法宝 陈塘官上古时 还是个人族活动 范围边界的小镇镇 凭啥上面 就写陈塘二字 要写也要写 英明神武 后宫三千的 轩辕前辈的姓氏 那才霸气 一道者抬手相指 实际师姐 此剑是从该方位射来 多谢 实际到了生谢 立刻招来 洞内另一个童子 让他带上 碧云童子的尸身 捧着震天剑 跟在自己身后 朝那道者 所示方位而去 前路 四世南善布州的 东北方向 后面实际娘娘 与追见的哪吒 自是会遇上 双方八成会出现争执 太乙真人自会被引来 从而爆发太乙杀时机 这场天道戏码 这戏码不合理 很不合理 第一 太乙师兄极少单独行动 每次都是拉着玉顶 玉顶真人老成持重 自会阻拦太乙 但这次 太乙应当是自己赶来 因为一直躲藏在陈塘官 守着自己的宝贝弟子 第二 时机若非捷运上头 面对强势的太乙 并会用缓兵之计 最起码也应该找些好友 一同给自己撑场子 此前调查结教买卖学位之事时 李长寿跟这个时机打过交道 对方是个很重义气的女仙 在结教非核心弟子圈内 也算颇有名望 可没办法 时机之死 应该是天道推动风神大劫的关键 为此 道祖还亲自找自己 谈谈 李长寿之前 为了避免哪吒自闻 割肉 刮骨的悲剧性 已是做了许多布置 龙族与哪吒的冲突 提前数年爆发 其实有李长寿 暗中的影响在 但时机之事 他确实是没办法更改 不然就是对天道 直接宣战 而且少了时机 产结对垒一样会发生 这就是天道的意志 你们继续看 李长寿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我去处置一些天庭公物 后面还有斗法之事 灵鹅站起身来 看自己师兄 似乎心情不好 小声问 师兄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李长寿转身看着灵鹅 目中流露出几分温暖的笑意 他道 你在此地安心玩耍就好 这里发生之事 与人教无关 我只是在郁闷 没办法避免大劫 在产结两教上爆发 有些压力 他一个人背负就足够了 混沌中中灵道 你这样产结两教的弟子 哪里还有脸活 这大劫 本来就是针对他们 你从中作梗 不是 从中斡旋 已经先让西方教 填了不少劫运 本就相当于救了不少两教弟子 此时还自责 不能避免大劫 未免也太小去大劫二子了 或许吧 我先去忙了 李长寿笑了笑 背负双手 缓缓飞向草屋处 太白宫深处 一只指导人保持着太白金星的形象 朝中天门缓缓行去 有时也不知长寿师兄到底在做些什么 有秦玄雅道 但总觉得距离长寿师兄越来越远 想追却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灵娥坐回蒲团上 小手拿着有秦玄雅的先手 小声道 师兄 他其实没走远呀 他无论去做什么大事 做到什么位置 本体都会在小穷风上的 钟灵吃得一笑 嘀咕道 估计咱们离开的日子不远了 现在大劫马上就要爆发 我都完全看不懂大劫的走向了 怎么 有秦玄雅皱眉道 前辈可否说的详细线 这算是本中的独门秘籍 你们不要向外乱传 钟灵打了个响指 混沌中洒出道道鲜光 照在他们寺的头顶 本是昏昏欲睡的雄灵力 睁大了眼 好奇地看着混沌中内壁的情形 钟灵手指敲了敲桌面 就差说一句这些知识点 都是要考的 他小声道 咱是先天至宝 开过天 观察天道运转的时候 跟你们生灵自视不一样 大劫其实也有大劫的规律 都是遵循一条线向前发展 比如巫妖大战 核心矛盾就是在两族高层的不对付 这条线贯穿前后 还有龙凤大战 本身就是为了争 也围绕洪荒的主导拳 打了几个元会 但这次风神大战 本来我是觉得 可能是大教教义不同 引发争端 可后来发现 大教教义就算不同 但在人教调和下 也可共存 产结两教 本来就没有内在的矛盾 只是有各种摩擦 钟灵故意粗着嗓子 学着道祖扶须的模样 沉声道 天道这次降下大截 就相当于对道门说 你们 给我死到这个树 那条线不见了 天道成了大截的直接推手 这就是天道与道门 现在起矛盾的主要原因 也是你们师兄 现在面临的问题 有秦玄雅不由问 天道为何 如此对道门 这个问题很复杂 你们境界太低 去考虑这些 就无法修行了 钟灵摇摇头 笑道 总之 你们相信自己是兄就好了 这家伙心肠不坏 而且做事有自己的计划 他本可以站在众生之上 一天之下 万灵之上 现在却选择 站在众生身边 抬头注视天道 这其实是自古以来那些大能大神通者 都很少有的品质 他们一个个恨不得取天道而代之 吸纳所有灵气成就混原无极圣人 看来 他家乡真是个不凡之地 两个过来的孤魂 都能做出这般选择 嗯 孤魂 呀 钟灵有些夸张的捂住嘴 说多了说多了 你瞧瞧我这张嘴哟 大家就当没听见哟 灵娥看了眼忽忽大睡的熊灵力 顿时若有所思状 孤魂 嗯 那也是稳健的孤魂 新君大人 拜见新君 中天门处 几声问候 众天兵天将抱拳低头行礼 李长寿踩着白云副手而出 目中满是悠然与放松 仿佛心情丝毫没有被影响 他含笑出了中天门 静止朝着下方的仙岛落去 看着仙岛 其上金光闪耀 天道之力之浓郁 甚至接近灵霄宝殿 无他 风神台就设在此地 此时看着风神台 总体呈十二品莲花构造 但一只只花瓣都在闭合 围成了一个巨大的花苞 每一片花瓣都有数百丈大小 内壁有着几排空位 总共三百六十只树 又有居中五只宝座 具体神位未曾显现 连台之下 是四四方方的宝台 本身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就是很方正 很规整 每一尊巨大的石块 都浸染了百剑的汗水 星君 百剑高声呼喊 身形自封神台缝隙中飞出 对李长寿连连做到一 百剑拜见星君 星君安好 星君安好 李长寿含笑答道 将军不必多礼 守卫封神台辛苦了 不苦 不苦 百剑满脸憨笑 还请您去里面逛逛 末将当真 不知该如何布置 封神台内部的景 善 李长寿答应一声 与百剑一同进入封神台中 遥想北海初见 那位宁折不弯的皇帝大将 再想想 今日这略微躬身的封神台建造者 黄金守卫 有磨练 果然就会有成长 静的封神台 仿佛进入了类似于六道轮回盘那般的独立乾坤 但此地与外界关联并未隔绝 其内景色颇为梦幻 但又十分空旷 头顶 天道之力投影出诸天星辰 能见数不清的三千世界 围绕五步洲缓缓运转 脚下是一层琉璃宝镜 一条条硬痕交错纵横 宛若齐盘 李长寿打量各处 很快就寻到了一道盘坐在角落中的孤单身影 敖饼 百剑皱眉道 此龙子 怎得如此没眼力 嘿你 还不过来 拜见星君大人 那身影浑身轻颤了下 睁眼看向星空下的两道身影 冷笑一声 回京道 我死了 还不能自己做主 大不要再死一次 百剑双眼瞪圆 骂道 不识台具 当真以为进了此地 就可免死不成 雷霆何在 轰蹦蹦 星空之下 顿时闪耀起了数百条雷龙 对着敖饼耀武扬威 敖饼双目瞪圆 气势冲冲地站起身来 对百剑和李长寿冷笑一声 双腿一弯就跪了下来 我错了 十台剑 就这么硬气 百平 李长寿轻笑了声 抬手虚扶 将一脸忐忑的敖饼魂魄 牵引到了 他从袖中拿出了几枚玉浮地 给了百剑 笑道 劳烦将军 岸里面的蓝图 将封神台内建设一番 封神并非而戏 做神更非简单之事 故 我想在封神台内 办一所封神书院 教授那些提前进入此地的仙人们 如何去做一个好神 负责之神 此举功在千秋 还望将军慎重 百剑挺胸抬头 浑身洋溢着使命感 对李长寿 深深做了个道一 末将 灵灵 李长寿拍了拍 百剑的尖头 漫步走向那浑身 哆嗦的敖饼 温声道一句 不必害怕 我与你二兄交好 此次前来 也是为了补偿于你 言说中 李长寿手指轻点 凭空造就了一方矮拙 两支铺团 坐下聊吧 敖饼连忙点头 又道 哎 这个 我站着 站着就是 李长寿不由轻笑几声 这家伙 现在倒懂 何谓谦逊了 请不吝点赞